快点干你个臭宝肌 干个活磨磨叽叽的 干嘛呀你 我跟你讲能干干 不能干过收拾东西滚蛋 带小阿姨去走 让开 来 记住吧 看一下这个方案谁做的 老板出了什么事了呀这个方案 这个编誉库的方案 我一直是交到你手里的 你现在问我出了什么事 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这个方案 指定不能是我写的呀 老板是马东梅写的 不是我写的 马东梅写的 马东梅是刚来公司多久 他怎么可能会做方案 老板这个方案虽然说是你交给我的 你不是说要给新人机会吗 然后我就给他了一个机会 没想到他不中用啊 行了啊 马东梅你看一下 这个方案是你做的不是 老板这个方案确实是我做的 老板这个方案是出什么问题了吗 我可以修改的 老板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保安带走 你干嘛呢 这个方案是交到你手里负责的 你以为跟你没关系了 不是我做的 跟我来办公司 关我啥事啊 真的是 放开我妈妈 好了放开他 你们把他带下去 好好好 下去 走 老板这怎么了呀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来公司多长时间了 老板我来公司有半年多了 半年多 对 你做这个方案做了多长时间 老板我带着孩子 我就是每天下班抽空做 大概是半个月左右才做出来的 半个月就把饭做成这样 老板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个方案出了什么问题了 老板对不起 我可以改的 哈哈哈哈 妈都没啊 我什么时候说让你改了 我是太激动了 太开心了 你这个方案做的太好了 你知道吗 就是咱们公司现在已经面临困境了 就是因为你这个方案 直接把咱们公司给拯救了 给咱们公司盈利了三千多万 三千多万呀 咱们公司一直是讲话翻名 所以说董事会特别要求我给你拿十万块钱的奖金 是 老板 你干嘛呀 我刚才想了一下 这个方案是我写的 这个方案是你写的 你怎么那么恬不知识呢 刚才干嘛去了 老板你刚才带了两个保安 那气质汹汹的给我吓蒙了都 然后我刚才回想了一下 这个方案就给我写 好了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刚才你以为我真的发火了 这个方案有问题 把责任催给了马东梅 对不对 现在我奖金拿出来了 你就说是方案是你做的了 不存在的是 假的 行啊 这个钱你可以拿 但是首先这个方案得是你做的啊 就是我这个方案有多重要 你应该很清楚啊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行 都说自己做的对吧 来 你按照方案的内容 把细节卖点给我讲出来 你不用讲解一个方案吗 我跟你说手拿起来的 我让你读的话 我外面随便拉个人都能过来读 能不能讲 能讲 那试试 咱们这是一个外包装 优微冰浴后 优微叫我冰浴凉的 还可以防水防油防水防温防水防温防水防蚊 然后男女都可以穿 冬天穿上的话咱们得套着秋裤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 穿什么裤 与你没有什么关系啊 你讲完了是吧 差不多 到后面去了 再讲两页 到后面去 马东没你过来 刚才你也说了 这个方案是你做的 对吧 这个方案呢 如果真是你做的 我告诉你 你大胆的给我讲出来 我一定替你做主 行吧 你干嘛呀 再有一点声音 你现在就吻不去 听见没有 你自己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吧 你带着个孩子 在这打工 我也看到了 很不容易 如果说你再有隐瞒的话 我也帮不了你了 行 那个马东没 你先休息一下 起来 老板 老板的位置让你坐呗 不是 我有点累 你挺嚣张呀 在我办公室 你坐这沙发上休息了 昨天晚上没睡好 谁怪你这出毛病呀 我问你啊 这个方案谁做的 我做的呀 你做的 你到现在了 还说是你做的 对吧 咋了呀 我告诉你 就你讲的那个方案 我拉个宝洁过来 都比你讲的好 你现在还说你做的 我宝洁肯定没有 睡着了 没有添加 人家讲的是什么是吧 人家讲的那谁叫方案 他会讲啥呀 一个宝洁带个孩子 天天在这里 你说什么 我现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别怪我发脸不忍人 到底谁做的 他做的 他做的对吧 好 现在了 刚才进来的时候 我给你机会了 对不对 你现在告诉我是他做的 你这是冒名鼎气 知道不知道 你想冒名鼎气 我求求你 你把功课给我做的圆满一点 做的好一点 行不行 你就这样 也想跟我冒名鼎气 你打我当傻子玩了 不是 我也没想到你会查到这个头上 我就想着他做了 我就拿过来吗 没想到成这个样子了吗 没想到的事多了 有些事可以干 有些事不可以干 有些钱该拿 有些钱不该拿 知道不知道 这钱多 我真没想到 你是一个主管 对不对 有责任 把事情推给下面的人 看到钱了 就是你做的了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这就是你的道 没有能力 你就别碰这个钱 知道不知道 老板不就是农村来的 还带个孩子吗 你那么维护他干嘛 你看看他来啊 你说什么 农村人的带个孩子 这是你说出来的话 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对不对 你爹妈就是这么教你的 没有农村人 你去吃屎去吧 你 不是老板 你那么维护他 你骂我 我是个高管 员工那么多人都看着呢 我不要面子的 你是狗屁高管 要面子 我告诉你 面子是自己正的 对不对 我没想到 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还瞧不起农村人 你有什么资格 你刚才也说了 人家带着一个孩子 高温40度了 在这干活 你看看人家 这个孩子多懂事 跟着他妈妈 在那受苦受累 就是挣着点钱 咬家糊口 你看着参加容易吗 人家背景离乡 几千公里 来到咱们公司 上有父母 下面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 对不对 你拿着人家的先汗钱 去吃香的喝辣的 你于心何在呀 你良心不会痛吗 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老板 我就是拿了一点点钱 不得还给他 不就行了吗 你这屁口盖脸 给我一顿骂呀 我多冤呀 我 你冤 我告诉你 你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事的严重性 如果我现在追究你的责任 你可以进去待一几年 你知道吧 没那么严重吧 没那么严重 你这个主管 真的多到头了你 连这点事你都不懂 这么好的人才 你给我埋没了 行了 你现在真的是得不配位了 你这样 你现在去人事 把那个你的报告我填了 立刻离开我的公司 我不想看到你了 不是老板 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 你把我一个高管开除了 那么多员工都看了 我跟你讲 他们像你这样做事 他们都不同意 都不会支持你的 我告诉你啊 在咱们公司职业不分高低贵界 只有人品才分三六九等 真不知道 你平时是怎么刻骨人家 怎么对他们的 我还有 平时你那些事 我可以睁一只眼 闭着一眼 但是你的良心丢了 你连做人你都不配了 你既然对我的员工下手 你真的是得不配位 我告诉你啊 人在做天在看 公道自在人心 大家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他们支持谁 不是你说的犯的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蛋 不要给脸不要脸啊 行 你这是吃了蹭多铁了 你这种恶心 非得要把我开除是吧 我告诉你 我看他们谁敢支持你 走就走